全民新娱乐 李承德名下的酒吧近段时间常常被爆出遇到经营困难收入惨淡 5月24号港媒最新爆料 胡信儿老公李承德经营的酒吧又一次遇上了困难 陷入了因多人聚餐涉嫌违规的风波 原来因为疫情形势稍微有所缓和的缘故 政府放宽了对娱乐场所的限制 限制聚集的人数上升到了8人 但李承德名下酒吧却被指出出现了超人聚集的问题 从港媒曝光的细节中得知有客人在酒吧举行生日派对 一行人总共超过了8人 产生的近距离接触并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 胡信儿老公李承德还因此被指责 身为半个圈中人应该对自己以及业务负上责任 不过消息一出胡信儿互服心切 无惧争议立即出面回应了老公酒吧违规问题 丽婷老公称营业都是按照要求来做的 显得十分甜蜜 胡信儿亲自向爆料媒体解释道 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酒吧都好几个月没有开业了 直至最近两日才开 所以东西都是按照政府来要求做的 实际上胡信儿老公李承德的酒吧已经不是第一次遇难了 此前早在4月份盖酒吧就被爆出 因为疫情被迫关门而导致数月收入都是零 但高昂的租金不减 李承德面对酒吧的日常工资发放和开支十分头疼 李承德本人还说过 其酒吧所租用的门面业主是中国香港首富 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 李承德曾多次的亲自写信给他恳求减少租金 但全部都被驳回了 接二连三的问题让李承德开始担心酒吧的前景 不知道如何操作才能逆转生意产淡的现状 实际上李承德作为圈外有名的富商 暂时遇到酒吧经营难的问题 相信他会有解决办法的 就像网友们说的一样 商人永远都是商人 特殊时期出来景业就好像是做好一切亏损的心理准备 然了胡信儿的情史 2005年25岁的黄宗泽和26岁的胡信儿 因为拍摄《我的野蛮奶奶》假戏真作 跟黄宗泽从小样貌出众 十几岁开始拍广告 事业也是顺风顺水不同 胡信儿20岁就参加了港姐选美 被港人嘲笑最丑港姐 没人知道他经历过了多少努力 才做到TVB的时候 他比谁都懂得珍惜 可是黄宗泽并不懂得 于是这一段七年的恋情 黄宗泽不断偷心 还曾半年泡三女 他们好不容易从地下情公开后 仅仅一年两人就分手了 人们都说胡信儿教会了黄宗泽成长 可是他们分手八年了 黄宗泽真的长大了吗 没有 他依然是他 那个帅气又花生的浪荡公子 黄宗泽1980年出生 又使父母离异 可能这就是他们不愿意 走进婚姻的原因了 1979年胡信儿出生 因为家中有三个孩子 年少时缺钱的窘境 让胡信儿比同龄人更加的成熟懂事 上中学时 胡信儿就被送到了北爱尔兰做交换生 因为他学习刻苦 18岁时他如愿考上了 香港科技大学的生物化学系 而黄宗泽从小就是亮仔 学生时期在街上被星探看中拍广告 1998年以张博之合作拍摄 阳光柠檬茶广告 这个帅气健康 一个清纯亮丽 两个人双双出道 1999年 黄宗泽加入了TVB 成为合约艺人 最初演出综艺节目 还担任节目主持 这一年呢 才上大意的胡信儿 因缘巧合参加港姐选美 凭借并不出色的外表和高实力 获得了季军 其实只是季军 还是遭到港人的嘲笑 说她是最丑港姐 胡信儿其实不丑 只是这一年的冠军呢 是混血美女郭县妮 在她面前 别人确实逊色几分 可谁能想到 多年之后的港姐没落 雷冠给人的冲击有多大 而当年的冠军 郭县妮高开低走 出道就演寻情记 可后来经历了 做小三的风波 反而没有什么成绩 但是胡信儿虽被骂丑 可她的认真努力 显得很可贵 港姐之后 大学没毕业的胡信儿 就跟TVB签了约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1999年 黄宗泽和胡信儿 都进入了TVB成为同事 一个主持节目 一个演一些傻乎乎的 边缘角色 2002年 胡信儿参演电视剧 《流金岁月》 夺得TVB 万千行会颁奖典礼 飞跃进步女艺人奖 2002年 参演了电视剧 《抽上云霄》 开始拍电视剧 2005年 一部《我的野蛮奶奶》 让观众喜爱上了 里面的一对欢喜演讲 黄宗泽 夺得了飞跃进步男艺人演奖 胡信儿获得了 《我最小爱的女主角荣誉》 戏外呢 胡信儿与黄宗泽 两人假戏真作 由此开始了 这段七年的恋爱 前六年 还是地下情 比胡信儿 对自己的感情和视野 都充满了期待 等我拿到试后 就公布恋情 还在大量接戏的同时呢 也在默默地 提升自己的演技 比胡信儿 只小了一岁的黄宗泽 心智却小很多 在女朋友面前 她永远像一个 长不大的孩子 也许真的是 应了那句话 那个男孩 教会我成长 那个女孩 教会我爱 因为她们各自 都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加上黄宗泽的粉丝 很建议胡信儿的长相 谈恋爱对于她们来说呢 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那时全世界都知道 她们恋爱了 只有她们自己 不敢承认 她对她付出过真心 她可以为她 供房子和车子的首付 甚至把自己的全部收入 都交给她打理 在外人看来 她们距离婚姻 只差一张纸而已 胡信儿很爱她 她说她很帅 虽然不是真的坏男孩 但这种男人呢 会有很多女人喜欢 在恋情没有公开之前 黄宗泽在上综艺节目时 会经常提到胡信儿 就连节目主持人 都开始调侃她 而黄宗泽对此 也是满脸洋溢着 爱情的甜蜜 2011年恋情公开后 然更加甜蜜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互动 还曾以情侣的身份 拍摄婚纱照 所有的人都看好这段感情 可是能想到 公开一年之后 她们还是走散了 2011年TVB台庆 曾经一度被质疑 长相和演技的胡信儿 凭借万皇之王 终于登上了TVB事后的宝座 32岁的她 站在领奖台上喜极儿戏 施爱黄宗泽 我知道我有好多缺点 好难忍受 你也有好多缺点 你也好难忍受 我希望我一路支持 对方走下去 现场观众和嘉宾 健壮都纷纷的起哄求婚 然而在现场气氛的哄托下 她等来的是她敷衍的回应 胡信儿的性格太负能量 有时候自己也受不了她 反正不开心就由她去了 结婚这件事情便再一次夭折了 她在她的再等等的安慰里 消耗了自己最好的八年 可是她们曾被拍到一起求神 疑似好事将近 可是黄宗泽显然并不想过早的进入婚姻 她还没有玩够呢 她不仅外形帅气 还拥有了一手好厨艺 大部分女孩不禁都会被这种温柔所贡献 这样有致命吸引力的男人 怎么可能没有情况呢 七年中他们的感情也不断地经历着第三者的考验 胡信儿每次都表示支持男友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年又一年过去 如果一段感情走过六年的时候 仍然看不到她愿取你的希望时 你还会再坚持下去吗 胡信儿还在坚持着 她在和黄宗泽不断犯错 又不断求原谅中 又坚持了两年 那时黄宗泽一直花边新闻不断 与身边的美女或暧昧不明 或情义迷乱 她可以今天陪胡信儿看衣求药 明天又传出手揽其他美女逛街 无论外界如何议论纷纷 胡信儿都会选择原谅 她傻得可以 女人似乎有这种执念 只要她回家就好 可是玩够了 她仍回家了 她的心也回家了吗 在那条黄宗泽半年炮三女的新闻出现时 胡信儿仍旧执着 我一向不管她 她人缘好事好事 她开心就好 黄宗泽曾经也被传出 拥有三部手机 炮牛时 三部手机各有各的用途 比罗志祥段位还要高 2007年 黄宗泽在拍摄《唐星风报》时 被媒体拍与陈法拉举止亲密 还主动地送陈法拉回家 2010年黄宗泽在多伦多工作时 与华裔小姐倪正希交往甚密 拍照时亲密的脸贴脸 继而传出绯闻 2012年黄宗泽和柳妍在拍摄电视剧时 再次传出绯闻 于是2012年7月25号 33岁的胡信尔 公布两个人正式分手 她等不了了 这个男孩似乎永远都不会长大 组出分手的决定 她花了很长时间 但决定之后 她便不再拖泥带水 火速搬离了黄宗泽的爱潮 并花费1600万 买了属于自己的家 她的朋友也曾为她打抱不平 明知道胡信尔不高兴 黄宗泽还越玩越过分 总以为自己两三句话 就能搞定胡信尔 即便是已经分手 胡信尔也没有在公众面前 说过黄宗泽的任何坏话 而黄宗泽也是一样 想保护胡信尔 不想她因为自己的事被媒体打扰 说媒体想问什么 统统来找她 不要打扰胡信尔 其实黄宗泽出轨 大家并不感到震惊 在娱乐圈里 她一直是花心大萝卜的代名词 可是他们分手八年了 黄宗泽依然是她 还是那个帅气又花心的港男 到底她何时才能够长大 难道胡信尔还在长大的那一天吗